我去抓人啊 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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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了 终于要抓到铁熊了 这回 他一定插池难逃 过去抓铁熊 淳云向来不斗用关系 这次他 特地向局长大人陈晴 果然能比警方全力抓人 不再包庇他 我一定要亲自看到铁熊落网 不能让他再有机会逃走了 志文 太危险了 志文 来来来 先喝一口 来来来 喂你 喂你 铁熊 你已经被包围了 束手就擒吧 怎么回事啊 警察先生 这么大阵仗的 这我们店里还有客人呢 可别吓掉人家 我们在击捕 杀人要犯铁熊 不相关的人赶紧出去 不要妨碍功夫 听见没有 别妨碍功夫 走 走 果真是你 你竟然敢回来 铁熊 你逃完了十年够本了吧 乖乖跟我回警局 快 警长先生 我不是铁熊啊 我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 是不是你们搞错了 你别装 你就是铁熊 你烧成灰我都认得你 你又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啊 我是方浩铭的儿子方志文 铁熊 你亲手打死我爸 你认清楚他 我是他儿子 我要给他报仇 方浩铭又是谁啊 我也不认识啊 你跟我报什么仇啊 得得得得得了 乖乖跟我回警局 我们会查清楚你究竟是谁的 来 把他抓起来快 得得得得 警长先生 一定是有人冤枉我了 我是冤枉的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 别装糊涂了 铁熊 你已经都活了十年 现在是你受制裁的时候了 乖乖回警局吧 赶紧给我回警局 考虎 你们说 说什么 好了 赶紧给我抓回警局 把他抓起来快 追 这么够啊 追 追 追 你别冲动 你这样会影响警方行动的 放心吧 铁熊这次跑不了的 杀父仇人就在眼前 我不能这样把他抖 志文 你别着急 警察已经布置好了 铁熊肯定插翅南飞的 我们就等着看他漏网吧 这次有局长大人的命令 警方一定不会随意 放走这个大坏蛋 站住 别跑 站住 快追 快追住 站住 别跑 别打扰 别打扰 站住 别跑 站住 那边 那边 快 快 快走 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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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边 快 站住 人哪 那边 放开 快 快 快 在那边 那边 对 啊 这边 去 水 这边 呀 真是 那边 你飞 你跑不掉呢 转过来 慢慢地转过来 不要再负于顽铐了 熊爷 别过来 别过来 再过来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熊爷 熊爷 你不能丢下我们母子啊 熊爷 你熊是个好人 我也不想死 是他们 是他们逼的我 熊爷 铁锹 你要是再不乖乖束手就擒的话 我可真的开枪了 不用 不用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跟我回座吧 不回啊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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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下去找 是 是 是 预备 预备 铁熊摔得血肉模糊 这也是他的报应 他逃了十年 最终也没逃过这一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 铁熊是死了 那是他的报应 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是铁熊死了 爸爸也活不过来了 大家应该高兴一点嘛 以后啊 就不会有人在骚扰我们 让咱们连生意都做不成了 咱们可以安安心心地过日子了 这样 咱们去找志强 把这消息告诉他 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嘛 好不好 好 好 也是 志文说得对 我们去医院找志强 请个假 带他出来 一起去祭拜你们爸妈 然后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他们两个 嗯 走吧 嗯 走吧 嗯 看他们一家子高兴的 卫梅也高兴得太早了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知道 没有多少好日子可过 没有多少好日子可过 什么 志强他偷偷跑了 真的很抱歉 早上他出来散步的时候 我们一时没看住 他就跑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去找了 相信很快就会找回来的 你们不用太担心 什么叫不用担心 志强他那么瘦弱 腿脚又不方便 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 他的脚不是还没好吗 怎么能跑出去呢 他的支架和铁鞋在裤子里 所以外表看不大出来 不过他附近的情况不大好 恐怕也跑不了多远 其实志强最近的想法 一直在被消沉 他总是往坏的地方想 还很多次怕拖累我们 我怕他会 不会 不会的 志强绝对不会做啥事的 医生 志强往哪个方向跑了 我去找他 你们也赶快去找 应该很快 就可以把他找回来的 医生 已经找到方志强了 但是他不肯回来 我们劝不动他 什么 好 方志强 别再喝了 那边危险快点过来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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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强 那里很危险 令狼现在情绪不稳定 志强 万一受到刺激 很有可能发生危险的 你们让我和志强叫发 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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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那里危险 志强 志强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话要跟妈妈说 妈来了 你不是我妈 你根本就不是我妈 你就不懂我心里有多多 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是 我不是你的亲妈 但是我从小把你养大 难道我不疼你吗 还是我做得不够好啊 你别说了我不想再听 你疼我 但是你不是真心的 你从来没有把我 当作亲生孩子一样疼 否则的话 你就不会把我丢到疗养院 不管不会 我在你心里面 根本什么都不是 我有多痛苦 你根本就不能体会 志强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志强 妈是为了你好 才把你送到疗养院的 她为你做了那么多盘算 你以后的生活 她都为你想好了 我不稀罕 我不稀罕她为我盘算 好 我问你 我问你 什么样的妈 能抛架自己的孩子 不管 亲妈不会 但是她就会 因为 因为她就是后妈 所以她才这么平静 我不要 妈 我要一个真正疼我 能够理解我的亲妈 能陪着我一起哭 一起笑 永远永远不会抛弃我 妈 你们都别拦住 坐在那边的那个 是我的儿子 我要跟他说话 我要跟他说话 放开我 妈 不要 志强 你别过来 我不要听你说话 你走开 志强 我不要看到你 不 你走开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不想看到你 小心啊 志强 你走开 你不走是吧 我走 不用 不要 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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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吧 真巧 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干吗不让我跳下去 一了百了 我就可以上天 去找我的亲生爸妈了 我不稀罕您救我 我不稀罕 你不稀罕 你没有资格不稀罕 就算你不稀罕 也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 是 我不是你的亲妈 可是 我替你妈打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的亲 因为我不是 我是你的后妈 我再怎么疼你爱你 我们都有一层隔阂 但是我已经尽力 我已经用全部的心力去对你好 如果这样可不行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也许我永远都不能体会 一个亲妈是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 因为我的孩子没了 因为我的孩子没了 我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机会那种感觉 我现在只想你能健康快乐 我好好地过日 我看到你生病我心里难受 我恨不得记你病 只要你能好起来 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 再多的钱我也愿意出户 要不然现在 让我的店从头来过 我也心甘情愿 这又还不够吗 我的妈妈 一个后妈能给她 难道真的不如一个亲妈吗 对不起 我不是你们的亲人 我再怎么努力 也代替不了她的位置 我只是希望 我能好好地照顾你吗 我能好好地照顾你吗 让你们平安 幸福地过一辈子 我的愿望 就只有这儿 妈 我不是 你 方太太 这一次真的很抱歉 不过我们保证会加强看护 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您就放心吧 方太太 您自己也受了伤 要好好处理一下 这没事的 我这只是皮肉伤 没关系的 对了一声 志强他现在情况有没有好转 他的脚会不会继续萎缩 还有没有办法治好 方太太 像令狼这种病情 其实现在主要是 靠他自己的意志力进行复健 如果病人不肯好好配合的话 就算医院给予权利的协助 情况也很难有所改善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令狼恐怕真的要坐轮椅了 行 LOL 妈 志强现在醉成这样 您说什么也没有用的 您先回去休息 改天再好好劝劝他 好吗 我 妈 您擦个药 换件衣服 快先去歇着吧 您都累了一天了 来 只为美君 你们来跟你们的爸爸妈妈 说说今天的事吧 爸 妈 你们的仇敌铁胸 今天复发了 你们的公道终于讨回来了 志强在治病 所以没有办法来跟你们说 希望你们在天之灵 能够安息 把一切都放下 不要再有牵挂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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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不跟爸妈说点什么吗 不用了 淳云 你别想太多了 志强总有一天会懂事的 陈师傅 麻烦你了 你辛苦了一天 时间也不早了 我送你出去 志文 你们俩就不用送了 好 走吧 陈师傅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虽然铁熊已经伏法了 但我还是担心采云姐和郑龙 我怕他们不会安安分分地过日子 步上铁熊的后路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想起郑龙还有美军 我的心就乱 你不打算告诉美军 那个追他的年轻人就是郑龙 可是 我看这事瞒不了多久的 志文说了 美军和郑龙已经开始交往了 我真的不知道美军是怎么想的 这一切最好到现在就打住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我绝对不能让美军知道 就当这个事情从没有发生过 淳于 今天志强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他只是不懂事 将来 他会了解你对他们的真心真意的 是吗 就算他们了解我的真心真意 那又怎么样 我今天才知道 他们没有真心真意地认我这个妈 到底谁会来体谅我这个当后妈的心呢 我知道 他们没了父母 希望有人 能视他们为己出 但是我也没了孩子 我也需要有人真心真意认我这个妈 我的心也是肉做的 现在 志强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难道我的心就不会疼吗 天下父母心 天下父母心 孩子们懂得几分 淳于 你也累了吧 我 你也别了 我 我 luxuryия 我愿意 你也不舒服 你也不须笑 我从本不接着的 清智子 在我身上 你不先生 热情 你你聘請 我还可以 身上的手 我私人 你也不然 我只能 你意不住 你怎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道方家始终不是我的家 我永远都是个外人 进来吧 妈 我给你倒了杯茶 你一会儿睡得安稳些 谢谢 妈 刚才志强说那些话 您别 当然不会了 我怎么会跟孩子们计较呢 其实 其实你也大不了我们多少岁 妈 有时我挺替你不值得 你说你还年轻 却为了我们三个不是自己生的孩子 做牛做马 你心里就不觉得别扭吗 你就没有想过 把我们丢下一走了之吗 这个我倒真没有想过 既然遇上我 这都是我自愿的 我还能怨谁呢 我想你已经不记得了 小的时候 你刚刚会走路 你就来过我们赵家 那个时候昊明在跟我爸谈事 我就带你去花园里面玩 你还喊了我一声吗 我开心极了 虽然那时候 我也是个小孩子 朕没想到 到了今天 我却真的成了你的妈妈 我想 这也是缘分 这一切 都是天注定的 我现在是你们几个的后妈 上天给我这个使命 我就得接受 我会尽量把它做好 要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还请你们多多担担 这一切 是我应该为风家做的 妈 好了好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房休息吧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那你也早点歇着 将决 应该我 抱歉 我不能接你回来 这里毕竟是方家 不是我的家 到头来 我就和妈一样 什么都没有 只留她自己一个人 是 慢用啊 好 有需要再叫我 好 好 谢谢 志文 今天陈师傅 要带徒弟们来这里吃饭 听说是她的徒弟 得了什么武术冠军 你呀 要帮她弄得挺面点 好让她有面子知道吗 对了 包压都弄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而且 几刀菜都是美军拿手的 好 都给我滚出去 快 别动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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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又想干什么 滚 滚 滚 住手 住手 滚 滚 滚 你们到底有没有王法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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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觉得我们方济好欺负 你就一直欺负我们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龙哥 老婆娘 这店你别开了 从今天开始 方济要关门了 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你把这家店关了 从此以后 无忌那店面的事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家店 你想要转给谁都可以 和你再也没有关系了 龙哥 你 你怎么能和我妈妈 这么说话呀 你什么意思啊 魏军 你被他骗了 他舅妈妈和你 都是做错样子 其实撒店的人 就是他带来的 龙哥 龙哥 你为什么带人来杂电呀 为什么 我 铁熊 淳于 十年不见了 你问十年不见了 你还好吗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可能的 我们亲眼见过你的尸体 我们亲眼见到你死了的 十年前的铁熊的确死了 不然的话 怎么消安呢 现在的我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人能奈何得了我 铁熊 难道你当年 真的找了 找了七死鬼 春雨 你只要知道 在警察的档案里 铁熊的确死了 即便我长得像铁熊 警察不可能再杀我一次吗 再者说了 还有郑龙在保护我呢 你这个卑鄙的畜生 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脱逃 混蛋 找死 小兔崽子 刚才铁熊怪你叫什么 你是郑龙 你说话呀 你是替铁熊做事的郑龙吗 原来你一直都在替铁熊做事情 你是有目的地接近我们 你也骗了我 你也骗了我 梅君 她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郑龙了 她现在只会替铁熊办事 替她去打打杀杀 淳于 我们十年不见了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是 冯浩铭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 都自立了 你不用再养活他们一辈子了 我没有养他们一辈子 这么多年来 我们是相依为命 相互扶持过来的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反正放浩铭的孩子 不再由你负责了 走 跟我回家 走 铁熊 难道过了这么多年 你还以为我会跟你走吗 我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你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春云 我以前一直在纵容你 耽误了你的青春 现在 不会了 走 跟我回家 你这个杀人犯 你休想带走我吗 谁敢挡着我带走春云 我给他好看 郑文 走 郑文 你别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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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 郑文 我打他 走 放开我 走 你放开 起来 放开 走 走 哥 哥 放手 陈师傅 铁熊 你 你没死 是的 铁熊根本没有死 死的只是他的气势 他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铁熊 你实在是太阴险了 你果然诡计多端 放开 放开春云 陈耀武 十年不见了 还是这样的暴脾气啊 春云是我媳妇 我今天一定要带走她 如果谁敢拦着 我就弄死她 春云根本就不是你媳妇 这有我在 你休想把她带走 今天 我们就看看谁先死在这儿 好 义父 我看我们快走吧 否则我们的人会被抓的 走开 好啊 春云 我再给你几点考虑 想好了 去找我 陈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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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哥 哥 哥 你怎么了 哥 哥 哥 你怎么了 哥 哥 你怎么样 哥 你没事吧 哥 哥 哥 你伤得这么重 要在医院多住几天 你千万要注意啊 铁兄没死 太可恶了 他竟然用这种方法脱逃 好 我要去找他 我不甘心哪 我也是做梦都没想到 铁兄居然变得更狡猾 更可恶 手段更残忍了 志文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铁兄 我要找他报仇 志文 你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去找他 简直就是自学死路 不 没这种道理啊 没这种道理 天下没这种道理的 铁兄既然能逍遥法外 他杀了那么多人 都不用偿命 我要跟他同归于基 我不能让他成为 咱们方家的噩梦 志文 别冲动 你忘了吗 现在不单只有 恶棍铁兄一个人 还有正龙他 也成了铁兄的爪牙 我们轻易对付不了他们的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跟当年后民 被他们打的时候一样 难道你想跟你爸爸一样 死得那么不值得吗 可恶 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就看他那么得意 继续修养法外吧 一定有办法治他的 但是硬碰硬不行 志文 你先冷静下来 是啊 志文 你先别冲动好吗 你在这里好好休养 店里的事情你先别管了 好好养伤 淳云 我会多派点人来保护你们 不会让铁兄再有机会 踏进方济或是方家一步的 谢谢霓辰师 把钱送到王大成家里 说人已经安葬好了 告诉他们 以后不许再提这事 是 真是太好了 春云这个傻丫头 还不知道熊爷找了个替死鬼 现在人死了 警方也消暗了 王后熊爷 就能光明正大的出来做事 不用怕人刁难 熊爷 熊爷 怎么了你这是 不是去砸方济 让他们安分些 以后不要再跟我们争无忌了吗 难不成又是陈耀武 赵春云的拼头 有他给成耀 赵春云还真是威风啊 妈 闭上你的嘴 什么春云的拼头 你说我是乌龟了 他本来就是赵春云的拼头 他成千黏着她 跟进跟出的 不是平堂能是什么 你以为赵春云十年来 没有一个男人吗 我 义父 求你了 别再打了 我妈不是故意的 不许你这样说春云 她是我媳妇 十年前 她因为嫉妒你 在一气之下 离开了我 十年以后她后悔了 想找个台阶下 回到我身边 怎么了 你这样说她不守妇道 小心我弄死你 妈 原来你去方济不是杂电 是找赵春云 十年了 你对她还不死心 你还没有忘记她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妈 我没有忘记她又怎么了 她是我媳妇 她回到我身边不可以吗 如果不是十年前 你死刹烂打地跟着我的话 春云早回到我的身边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非要赵春云 方浩铭也非要赵春云 他到底有什么好 可以让你们这么强破头啊 你 你这个臭女人 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